航空对自卫队飞机做出类似的攻击动作 不过事件一天之后呢就出现大逆转 周三日本内阁官方副长官秋生田光一就回应称并无此事 中国驻日使馆发言人也表示 日方有人散布不实言论是别有用心 共同社周二报道称 日本前航空自卫队中将知田邦南 当天在日本新闻网站上发文 称中国军机曾在东海上空对自卫队战机做出类似攻击的动作 知田还具体谈到自卫队飞机使用自我防御装置 在避免中国军机导弹攻击的同时飞离了战域 文中还提起中国军舰6月9日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一事 称中国军机已开始配合海上的动作 采取极具挑衅性的行为 知田还在文章中声称 自卫队飞机为了躲避中国军机使用了自我防御装置 也引发外界关注 有分析认为自我防御装置指的是用于干扰的热燕弹 技术专家朱江明对深圳卫视表示 热燕弹是飞机自卫的方法之一 通过产生大量热量形成一个新的热源 干扰红外导弹的攻击 当一架战斗机被对方的导弹锁定 尤其是像一些短程导弹锁定的时候 它的标准动作就是做一个高速的机动 比如说像滚转侧转这样的一个动作 同时释放热燕弹 也就是说首先我快速飞离 其次我释放一个假的目标 让敌人的导弹去追踪 那么这个动作必须是一气呵成的 不过事件在一天之后就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 日本政府周三回应称 当天自卫队飞机的确紧急升空 但并没有发生中国紧急攻击日记 或进行导弹攻击的事实 求生田还批评到他对该网文内容感到遗憾 之前作为前自卫队高官所说的是否属实 会给国际社会造成极大影响 他还再次强调 自卫队飞机并没有被中方军机瞄准锁定 他特别出来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薛剑周三也回应称 说中国战机攻击日军机毫无事实根据 有人散布布什言论是别有用心 他强调 中国军舰的相关航行是根据有关国际法进行的正常活动 没有损害日本安全的意图 在两国关系改善势头仍较脆弱的情况下 双方特别需要妥善处理敏感问题 不要渲染炒作涉海等与中国有关的问题 此次发布布什言论的直田邦南 曾担任日本航空自卫队中将 今年三月在谈到停滞的美军基地搬迁问题时 他曾公开鼓吹所谓中国威胁 夸大美军在该地区遏制中国的作用 旅日资深媒体人徐静波对深圳卫视表示 航空自卫队在日本自卫队三军当中 对中国海空军力发展一直有很多议论 而直田可以说是航空自卫队利益的代表性任务 直田的观点应该来讲 也是代表了自卫队目前当中 一种对中国的发展战略 持有不满态度的一种右翼或者保守势力 作为一个退役的中将 他在自卫队当中应该来讲 他的力量和影响力是在逐渐的减少 但是这种减少并不意味着 航空自卫队当中没有这样的一种 对中国不满的势力存在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薛健就指出 两国应尽快建立海空联络机制 管控好矛盾分歧 事实上中方此前多次遵促日方 尽快启动海空联络机制谈判 但日方却有观点称是由于中方的原因而难有进展 对此薛健表示建立该机制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日方在国际上利用涉海问题 特别是南海问题无理的指责攻击中方 给双方的对话和磋商带来严重干扰 希望这项对双方有利的工作 能在更平稳 更具建设性的气氛下 尽早举行 那么这一次呢 中国大使馆的发言人提出这个问题呢 应该来讲 可能会出使两国在近期 尽快的建立这么一个海空经济联络机制 以避免两国在东海和南海发生产量走火 我觉得这是缓和两国关系的一种良好的信号 外界注意到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日本军方炒作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 2013年2月 日本政府曾宣称 中国海巾舰当年1月30日 在东海向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进行了火控雷达照射 照射地点为钓鱼岛周边海域 日本政府还就此向中方提出了抗议 而在2014年4月 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河野科俊在访华前 再度表示有证据证明中国军舰对日舰进行火控雷达照射 火控雷达的作用是在即将发射炮弹导弹前对着目标 以准确把握其速度和位置 对河野科俊的讲话 时任中国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当时做出澄清称 日方再度提及中日舰艇火控雷达事件纯属炒作 日方的指责毫无专业性 因为航内人都知道有一些攻击行动并不需要火控雷达去照射 火控雷达近距离照射是一种不专业的表现 不过当年6月日本媒体又开始拿火控雷达说事 朝日新闻当时报道称 5月29日中国军舰可能在东海动用了射击用火控雷达 瞄准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责务号 还可能对当时正在事发海域上空 执行警戒巡逻任务的P3C巡逻机采取了同样举动 国际问题学者苏小辉对深圳卫视指出 日方过去几次对于中国军力的炒作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这也是此次日本政府迅速灭火的原因之一 他在这个炒作中国威胁的同时呢 实际上对这个他们一直所奉行的 甚至是美方所奉行的航行自由的原则 其实是打了这个进行了很严重的攻击 日方现在的他的这种舆论开始走向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而这种相对平和的状态才是可能真正反映他的这种冷静的考虑 而不是这个借机肆意炒作的这样的目的 新华社发布消息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书记处周三称 仲裁庭将于当地时间7月12号上午11点 北京时间17点公布实体问题裁决 仲裁庭建立在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基础之上 对此中方多次声明不接受和不承认仲裁庭管辖和裁决 仲裁庭给深圳卫视发出的通告中表示 裁决书以及附随的新闻稿将首先通过电子邮件向当时方发布 新闻稿中将包括裁决书的摘要 新闻稿将有英法双语版本以及非官方的简体中文版本 观察员国将以电子邮件形式收到裁决书和新闻稿 之后裁决书和新闻稿将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给发布列表上包含的常设仲裁法院会员国 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名册人员 以及向常设仲裁法院注册的公众和媒体成员 裁决书和新闻稿上将被上传至常设仲裁法院官方网站 另一方面的美海军周一发布消息称 此前派出的三艘驱逐舰已经开进南海 开始所谓的例行巡逻任务 有观察指出这三艘舰艇未来可能会对中国南海岛礁 或演习活动进行侦查监视 美军此次向南海派出的三艘舰艇分别是DDG-73迪凯特号 DDG-92穆姆森号 以及DDG-111斯普鲁恩斯号 隶属于美海军第三舰队太平洋水面行动小组 实际上早在今年4月 这三艘舰艇就已经从美国西海岸圣迭戈海军基地出发 前往西太和南海 以增强亚太地区的美军海上力量 这也是第三舰队增援第七舰队行动的一部分 由美防官员透露 原本分管东太平洋地区的美海军第三舰队 未来还将派出更多舰艇 跨界支援分管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七舰队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三艘舰艇都属于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也是美海军专门为宙斯顿作战系统 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而设计的驱逐舰 可发射标准二型舰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 作战系统可同时高速搜索 跟踪处理几百批目标 并可同时导引式二枚导弹拦截空中目标 标准舰空导弹的备弹量也足以对付饱和攻击 美国海军时报网站曾将这三艘驱逐舰组成的舰艇编队 形容为没有航母的航母战斗群 不过竞争专家朱江明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因为毕竟它是驱逐舰 它的无论是制空能力 还有制海能力 甚至乎对陆的攻击能力 都比航母编队还是要差得多的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一艘航母编队的最低配置 就是带三艘宙斯顿驱逐舰或者巡洋舰 作为它的所谓的近身护卫 就是说从它的实力来讲 也谈不上对地区的战略平衡造成什么影响 此外莫姆森号和斯普鲁文斯号 还拥有可容纳两架SH-60B 或MH-60R直升级的机库 这进一步增强了海空立体监视侦查的能力 而据共同社报道 此前美国海军在透露派出这三艘舰艇 前往南海进行所谓警戒监视任务时 就声称已经做好作战准备 打击海盗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对此有军事观察指 这些都只是美方的借口 美军派遣三艘驱逐舰到南海 可能会对中国南海岛礁或演习活动进行侦查监视 目的就是使南海问题升温 也使南海军事化 其实各方都很清楚 在目前南海的航行自由是不受到影响的 这样的他们目前的这种军事的行动 其实是实际上是为维护本国的这种 所谓的恒星自由来做的一些行动 实际上自从美国高喊重返亚太以来 利用南海航行自由做文章 就成为美军极为热衷的事情 自今年6月以来 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都相继投入先进舰机 从东北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方向进行密集的穿插通过 其间还刻意在南海公共水域进行所谓交汇演习 即不同舰艇编队相遇后主动展开舰载机起降 通信联络 编队站位 航行补给等科目演练 有军事观察就指 从战术层面看 美军舰机自南海的活动属于典型的禁案侦查 在美军提出的信息战 网电一体战等战法构思中 这种侦查和预警都是重要先决条件和制胜保证 从中美两军已有的交锋看 在南海 美军主要对解放军相关通信 雷达导航等电子系统发生的无线电信号 实施广泛的搜索 截获识别定位和分析 以查明电子系统的类型 用途性能和配置 为实施电子报警 电子干扰 甚至硬打击电子设备等任务提供依据 而对于这次美军派遣三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来南海 用作侦查监视 特约军事评论员吴建认为 美军此举属于兵力运用不得法 美国即便拿航母来都休想在南海吓住中国 那么也就意味着 以这样的show flag 也就是秀棋子秀肌肉的本事 其实呢都已经破功了 至于说到了情报侦查 又本来不该让伯克级这样专用的作战舰来继续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美国要把第三舰队加强给第七舰队 本身就说明 它目前是处于兵力运用的 一个清皇不接的阶段 而且用兵极为不得当 有分析指出 美近期加大在南海的军事行动 另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防止菲律宾在新总统上任后 在外交政策上远离美国 将于周四卸任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 和国防部长加斯明 日前就相继对飞武装部队官兵发表告别演说 阿基诺周一发表演说时称 他很骄傲留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除了特别提及 目前已拥有四架崭新的C130S飞机外 他还宣称 飞军队现在装备了护卫舰 所以已经有能力来对抗中国 而加斯明随后一天 也向飞武装部队进行了告别 他声称 本期政府为军队现代化 投入了约合 93亿元人民币的军费 菲律宾武装部队 现在拥有了各种新式海陆空装备和军备 使得国防能力和战备状态 也得到了加强 此外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上周五 菲律宋岛北方司令部总司令塔纳哥称 军方计划组建由余民组成的海上民兵队伍 以加强南海地区的主权主张 但这个建议遭到菲律宾三秒里市省余民的拒绝 他们认为所谓保卫国家领海是政府的责任 而且他们也没有能力击退中国海警 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 还原言余民的话称 我们出海是为了谋生 不是要进行巡逻 有余民还表示 军方的计划会让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在任何一个国家 应该说每一个人民都要保卫自己的国家 都认为自己有保卫国家的义务 但是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保卫国家 大家心里都会敢撑 所以他们认为政府的这种提议 可能是一种比较可笑 甚至是可能会带来麻烦的提议 央媒近期密集报道